今天是2024選戰政黨號次的抽籤日 國民黨是由韓國瑜代表來抽出9號 其實跟4年前他們抽出的政黨號次是一模一樣 另外民進黨抽到了6號 民眾黨則是抽中了12號 但是各界關注的是先前傳出選後藍白可能合作 讓韓國瑜搭檔黃珊珊成為立法院的正副院長 今天他們兩個人是難得同框 當然引發關注 請支持中國國民黨 一派輕鬆抽出9號 國民黨部分區立委第一名的韓國瑜代表抽政黨號次 這一抽又和4年前一模一樣 我們非常高興抽到第9號 疫經最大的陽數是9 所以在這裡要呼籲所有的好朋友 繼續來支持我們國民黨 中華民國 長長久久 不只韓國瑜領軍國民黨 民進黨副秘書長楊一山 也帶領部分區立委代表抽出6號數字 而民眾黨則是同樣由部分區第一名的黃珊珊 抽中12號 今天民主新普黨抽到幸運數字6號 那臺灣是一個被祝福的地方 我想所有的數字都是最好的數字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建立一個更公益的社會 所以一號柯文哲 吳馨營 十二號臺灣民眾黨 本居立委選舉政黨票部分一共有16個政黨參戰 指示各界關注明年立法院極有可能三黨不過半 要是在藍白醞釀選後合作搶奪立院龍頭寶座情況下 傳出韓國瑜有望搭檔黃珊珊組成政府院長 兩人這回也在抽籤會場提前同臺 今天最主要是抽籤跟大家報告 也尋求各界來支持 韓市長是因為他在市政府的時候 我也跟他守勢 所以我剛剛是說好久不見了 那大家一起加油 相較於黃珊珊大方透露談話內容 韓國瑜態度很低調 是兩人難得同光 未來能否看到他們在立院搭檔 也成為各界的關注焦點 謝謝